十座教学2 车祸不能行走 左手静观粉碎性骨折 然后右髋节髋关竹骨折 然后左侧骨干骨折 OK 好 就这样 这是你的诊断剂 对 这诊断剂 那之后就是 都有做副 开刀钢钉这样用完之后 然后它开始做副镜 有有有 820只有做手部 然后它是绞交我练习走路而已 然后练习走路之后 就是疫情关系又停掉 大概4月中停到8月中 去年的事 对 4月到8月停诊 然后8月之后 8月中才开始又去做脚部副镜 到11月份的时候 做副镜的时候都会一直痛 然后到了 今年1月中的时候去回诊 给我的主持医说 不行我找我们主任给你看 主任帮我照X光说 就是刚刚那个相片 所以我那个髋关节那边住 预和不完整 建议我说要开刀 好 那你现在能不能走路给我看 走路痛哪里 它也指出来 现在这边都会麻痛 在膝盖 这边这边都会痛 小腿 小腿也会啦 这里也会是吗 这里也会 对 刚刚起来的时候 这里跟这里 对 要不要能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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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正常走就是 我知道 让它扶着 我要照你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对对对 它也没力 它有长短脚在 我知道我知道 它也没力 对对对 这个不是长短脚 走路也都痛 对对 会痛 每步都很寸步难行这种 对 如果初步啦 我光看这些动作啦 我的判断 你走路是这里痛 还有这里 甚至小腿 对对对 那以延迟点的角度很明显 它就是臀部 然后痛多数他处体伤 应该按完会改善一点 照理应该会改善 但是是不是因为你开刀 他们不敢用力按 我不知道 但是因为已经开刀蛮久 事实上是可以按下去 因为我们是按筋 不是在按那个 就是手术的地方 那医生我最想要你讲运图 因为一般开刀 他医生说一般都一年 骨头都会长出来 正常一年内都会骨头长 他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他那个骨头没有全部长出来 预合不完全 在那个颧骨这边 髋关节这边 他医生说有一个漏洞 骨头没有长出来 我告诉你 这个没关系 这个是没关系 绝对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即便有时候骨头不能预合 他那里旁边的组织 也会帮他包起来或是怎么样 所以身体本来就有治愈力修复力 所以但是西医一直还是在找这里 但是这里我认为应该 好如果是这里照他讲的是 骨头预合不前或是什么 那我告诉你 等一下我们怎么按 他都没效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预合不前才造成嘛 那我按完他不可能骨头立即预合嘛 那这个是尝试嘛 那如果万一按推又有效的时候 那就可以证明 那他的说法就不合逻辑了 依我的看法 应该跟这个骨头无关 因为这个预合是果嘛 啊痛也是果 果应该不会生果 是只有阴才会生果 阴是看不到的 所以照出来的都是果 所以那为了证实 有没有是不是西医这样 原始点他本身就是 治疗跟诊断结合在一起 所以当我一按 那马上就可以 患者就可以感受 如果我按了 他确实有效啊 比较不痛了 那他骨头又没有预合的情况下 那为什么有效 可见他好与不好 跟骨头的预合就无关了 好 刚刚按完他们按完 你有没有感觉腿比较松 还是 有比较舒服一点 好 那有比较舒服 他们已经证实我刚刚讲的 就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诊断 就可以证明西医的诊断 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因为他按不可能骨头预合啊 那你为什么现在变轻松了 那只有一件事 就是你的痛 根本跟那个有没有预合无关 他是有体伤 也就是原始点讲的体伤 那应该要按开 你要真正要复健的 就是要把这个臀部的筋拉开而已 那只要拉得开 你那个腿就好 那跟长短腿也无关 像这样喔 简单讲只有一个打 一般是腿部 也不用其他 所以按完才要温敷 就是这个道 有没有比刚刚轻松 起来 然后开始慢慢走 对 试着走 就是先走几步 别急着先下评论 先要慢慢走是稍微可以啦 有比之前来的时候好啊 有确定有比刚刚好 有比之前还没来 还没来按的时候好多了 有感觉有感觉比较好多啦 那我确定 如果这样他再按 现在按完又更舒服一点 对不对 按完啦 有点感觉啦 有点感觉 那就确定他跟那个有没有愈合 不关 我现在就是先要确定这一点 那你们就安心了 方向就对了 要不然还要开刀一次 那工程就浩大了 而且越割可能越 越严重了 对不对 所以尽量不破坏他 我就是说 然后又能让他复原 但是这样走这边跟这边 也是会痛 好 你趴着吧 是一点痛的 刚刚有没有按到 刚刚这边 但是好像比刚才比较痛 会痛会痛 有这个很痛 这一点啊 也是会痛 这个这个还好 好 他的问题就是这一段到这一段都是痛点 对 这一排都是痛点 他的骨头在这里 骨头在这里 所以一定要往这里按 所以如果这样下来 他从这里就会少掉一点 因为我看 明信你是不是第一点在这里按 是 你应该是在我池子这里按 我刚刚一直在注意 那也就是我看你也没有比 因为他肉很多 肉很多 一般像这样一定要比 也就是拿出来 好好端视一下 他胳骨在这里 你看这么前面 所以我们的裤子 一般有比较长的裤子 还有高一点 这种高一点 有些是短的 所以你如果看裤子 这样直接按 如果没有照我的步骤 很多都低一点 就没有按到 你看我即便做这么久 我还是第一个 这样下去 那我下去之后 一样照我们这样 平常这样 然后顶进来 好 那这个就一定是第一点 对不对 会痛啊 你看这么痛 你刚刚这一点应该没有按到吧 没有 这根本不需要用力啊 不是看长得很壮作 就一定要拼死拼活的按啊 不是这样 然后你越按越大力 绝对解不了症 你真的位置找出来 然后就这样放着 然后放着很轻松 然后这样你看 它就跳起来 你测试就是这样测试的 它不怕你 它肌肉是呈现松的 你不要一下子就让它吓到 也就是一下子就下众所 然后像它那么严重 我也知道它一定是从表层碰到深层 所以你要揉到它的深层 你表层不解开 然后用力 它马上跟你对抗 你是解决不了它深层的症 那如果这样你们累的话 后勾就可以做出来 也是很轻松的做 这样还可以哦 是吧 这样很能接受对不对 对 还可以 现在都可以接受了 这个比较 好你放松 当我慢慢来回多次从表层之后 它的承受力就会慢慢加大 你表层没有揉开 你深层就进不了 所以很多重症 重病就失败 对啊 那像这样的患者要按多久呢 以我 我还没有按 我大概我第一步啊 这个要二三十分钟 不是这样 因为它要从表层入到深层 那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要生成硬杆 这种绝对解不了症 而且会失败高中 所以你就只好慢慢跟它磨 啊这个就是我找出磨的方法 就是这样 然后 这样揉的进去 然后它又能接受 这样有浅 才能入深 我知道你这个 你这个从表层就在痛 好 我们再来一次看 你再感受看看 应该一次会比一次松 现在就比较人进去了 对不对 啊你就想 平常不会痛 跳起来 对 不会跳起来 好 其实我的力量一样 一样大 跟刚刚的力量一样 好 那就代表你表层的痛 已经我慢慢有帮你按开了 记得哦 都要放松哦 要不就深呼吸哦 放松 放松 生物机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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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慢慢起来 不急着走 先起来 站稳 对 然后对 调整姿势 好 调整完慢慢走 一步慢慢 对 然后跟刚刚比较看看 要放轻松走 不会怎么样 放轻松走 啊那个痛有没有减轻了 比刚刚还要减轻 你再走 等一下你就知道 那走到最后你再跟我讲 对 好 好 那走到这里再坐下 好 好 那走到这里再坐下 那个感觉那个痛 跟刚刚比较看看 现在那个走路当然这里还是会是痛 啊跟原来的痛是不是 就是有没有比较减轻 是有 有比刚刚更好一点 有比刚刚更好 但是走路可能久没走也不太敢走 这个我能理解 因为你久没有走 现在不可能一次恢复 那其实我刚刚还没有揉到很深层 因为怎么样 因为它会痛 所以我刚刚是有浅入深慢慢帮它按 然后最后一次才最后站姿 是把你按得更深一点 你有没有注意 前面都是在跟你谋表层的 那你我 我确定你这么严重 一定是在深层 但我不可能一次把你深层就按好 我是要让你知道 一定要有表 要慢慢按进去 因为你整个腿已经太久没有走了 然后整个是奔紧的 然后按一下它就很痛 从表层就开始很痛 那你大力按也按不进去 一定要这样 然后甚至还要配合温敷 就是来要局部温敷 温敷松了再慢慢按 这样效果就会越来越好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等于方法都教你 但是这样我按下来 就更可以确定一件事 西医说他骨头没有完全异合 才造成这样痛 跟这个有关 那就可以进一步再推理 也就是他手术之后 他在复健当休他讲的还不错 然后之后疫情才这样 那这样又更证实西医讲的 又有问题了 因为当休如果没有异合 你手术完也没有异合嘛 对不对 那因为没有异合而痛 那你不是在疫情之前才痛 应该是在疫情之前 因为他还是没有异合嘛 还是在痛 那疫情过后还是没有异合 那还是在痛 那如果照这样说 那疫情前他也应该痛 有有有有这个很明显 这个也萎缩 所以你根本就没力 然后久没有走了嘛 所以这个才是主因 你臀部把它按开了 然后它走路 然后有走路 它这里就慢慢 肌肉就会长起来 记得不是要去按这个 不是这个要靠运动 肌肉萎缩一定要靠运动 而不是按 他如果做得越久会越痛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这里腿痛 都是由屁股引起的 对 然后你做越久屁股压得越死 他腿的疼痛就会加剧 了解 所以你有几个动作不能做 做 做是绝对万万不能做 你宁愿走也不要做 如果真的走累了 就直接躺下来 靠全身去压 不要用所有身体的力量都压在屁股 他压到屁股他就死了 就是好不了 然后他会越来越加重 但是我医院那个 附健是叫我脚就要伸起来 你现在这个都无关 你不要听医院的 你听我的没错 你现在所有的运动 为什么要走路 你其实要学着抬起来是对的 这个动作为什么 抬起来这里臀部有没有在动 你看有 你现在所有运动就是要运动臀部 所以像你好将来 最好就是爬楼了 好 我再跟你讲 你不走路 你好不了 因为你不走路 你一定会做几个动作 你一定坐着看电视 我敢保证 然后越做越严重 那你这一条腿就废了 刚刚我看这个很明显萎缩 我告诉你 你再坐下去它会更萎缩 所以你只能在家里做几个动作 你不是躺就是走 就是不要做 尽量不要做 尽量不要做 我告诉你 所有动作 你只要去仔细分析 不能压到屁股 然后所有的运动 都要让屁股运动到 只要它有 那这个运动就可以 你这样走反而会好 这样走 怪怪的没关系就对了 对 但是你先不要学用脚跟 开始要学抬腿 然后用脚尖 对对对 用脚尖去踩 对 这一步很重要 对 用脚尖 不是用脚跟 因为脚跟会伤屁股 脚跟会伤屁股 脚跟会伤屁股 我因为看你根本没有那么严重 你看它用脚尖也走得那么好 为什么会用脚跟呢 没有我用脚跟走是附近是教我这样走的 错 所以这一群人脚跟会直接踩到地 会伤到 原来是 然后学一些错误的东西 难怪越来越严重 我告诉你屁股引起的不能用脚跟走 记得欠记 这一个来的时候 其实他是拿拐杖进来 然后寸步难行 那我们志工帮他做了有稍微好 那我看好像改善还不大 但他太太就是问了很多问题 那刚刚影片中大家也听到了 因为西医说他开完刀一年多了 但是骨头还不能愈合 还没有伸出来 所以他们正在考虑 要不要进行第二次手术 那患者听说有延时点 所以才过来 那我帮他处理完之后 我发现他很多观念是错误的 比如他是用脚跟走 听说副健师教他这样 然后又不敢走路 因为他痛就不敢走路 然后每天就坐着看电视 然后连肌肉都萎缩了 所以他也没什么力 所以只要走路他都一定会拿拐杖 但最后我看他按完痛也减轻了 然后走路他也知道他应该怎么走路 出去的时候我就叫他走路回家了 不要再拿拐杖没有那么严重 可见这个患者被这些错误的观念 怕到就只能坐着看电视也不敢走路 然后肌肉也萎缩 看起来好像是蛮严重 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便他开刀 我看也很难逃 而且再来他小腿肌肉也开始都在萎缩了 没有力 所以按完然后教他应该怎么走路 然后怎么抬腿 所以回去的时候我就感觉他走路 其实蛮正常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所以有一个如果一个观念不清楚 你看这一条腿可能就影响到轻生 他不运动肌肉也萎缩 我相信他以后就是因为没有运动 饮食也开始吸收不良 那有些人做久了也会肥胖 更增加重量 然后脚又更不敢走 会变成热性循环 所以只要把痛点找出来 然后跟他讲原因 然后应该怎么样来做复健 自己就可以复健 也不用再去强调给人家怎么样按啊 或是抬腿啊 只要他这样照正常走 我只是教他正常走 他愿意这样走 然后以后稍微有 脚比较有力就开始爬楼 我相信这个应该可以完全好 而且跟那个西医的照出来的 说骨头不能逆合 很明显是无关的 好 这个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